有民众花9万元在宜兰包栋民宿 20个人住三天两夜 原本以为会吃好玩好 没有想到吃的是热炒店 烤肉食材也明显不足 尤其还有一大袋鸡屁股 让他们印象深刻 跨年倒数大家一起在民宿庭院放烟火 原本应该是开心庆祝的日子 却一肚子火 他就报9万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会这么贵 他说因为跨年 然后又说他们食材都是吃很好的 谢小姐跨年揪了20名亲朋好友 到宜兰民宿包栋 三天两夜花费9万 价格不便宜 业者是因为包含这两天晚餐的费用 没想到送来的却是这副模样 说好保证可以吃到饱的烤肉料 腌制鸡肉变成了一大袋鸡屁股 还有肉片虾子跟吐司 当事人抱怨根本不够 最嫌疑的就是那个鸡屁股 那等于说他的食材并没有准备的足够20人份这样 对对对 不只伙食不好 他还指出烤肉网是生锈的 业者却要他们自己清洗就好 甚至就连洗澡没有瓦斯 还得自己换 这让网友直呼体验超级差 灰尘然后一些昆虫大便 然后地板他叫我们进去要拖鞋 换室内拖 然后地板就是超级差那种就换 不只被网友列为地雷民所体验 当地居民也抱怨连连 实际回到被指控的民宿 跨年这批旅客的垃圾还堆在门口 飘出恶臭 网路上的梦幻民宿实际上差了十万八千里 县府将进一步追查 是否为非法民宿 依法最高可以开法三十万 但这跨年夜的九万民宿体验 恐怕让人难忘 记者红方生 宜兰报道